你好 我名字叫做Sam Vaknin 我是一本书的作者叫做《自恋者的恶症》 《自恋者的回顾和毒恶的自恋者》 从这开始 你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辨别自恋者呢 是不是有一些警告性的信号或者失离性的特征 来辨别 来维护自己 避免自己陷入一种伤害自己的关系 是 有 我现在给你告诉你 你是不是 你怎么能够看他出来 他会不会将来作为一种虐待者 比如说 第一个警告气 惊爆气 是 他是不是潜在地虐待着 他是不是有一种环境改变性的一些特征 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一种趋向 他说过 他任何的错误 任何的是错 他一直就愿意向其他的人 向宇宙整个的 他是不是能够承证自己的错误 他是不是能承担自己的责任 或者 他是不是一直在指责你 呼吸气 天气 政府或者宇宙或者甚至是用气 因为他给他的困境 他是不是惹别人的麻烦 他是不是一直在感觉自己被别人欺负的 他是不是一直在乱叫 乱抱怨 他是不是想虐待孩子们动物或者残疾的 他是不是对象一些多错善感的人 比他弱的 比他有需求的 残疾的 软弱的人员 表示自己的负面的情绪 他是不是向您承认过他曾经有过一些暴力行为的 或者犯罪的 他的语言是不是有毒的 充满着一些敌意 威胁 下一个东西是 他是不是太着急 太催你嫁给他 虽然只不过是见过两层次面 那是不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他就要求你 让他在一块生孩子 那是不是一直在把你放在自己的生活中的 在唯一的爱情的定位上 他是不是邀请你跟他建立一些独特性的关系 他是不是甚至是强健 或者你看了别人的一眼之后 他就马上就想你吃醋 他是不是痛斥了你了 如果你们俩结婚了之后 你就必须得紧 只有经过他的同意之后 才能够进行自己的行动 或者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他是不是遵守你的个人的边界 他是不是遵守你的隐私 他是不是不理你的医院 比如说在餐团中 有他来选择菜 或者选择你们要看个电影 人们都不问你 他是不是以物体来对待你 或者作为满足他的工具 他是不是定了约会之后 他就突然出现在你的门口附近 让你提醒给他开门 他是不是在等着你收拾自己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差异的东西 他是不是坚强性的 而且多次性的给你转讯 是不是强调 他必须得知道你在哪 或者你所有的事情你出在哪 他是不是在控制整个人的情况 他是不是控制你 强制性的控制你 他是不是强调你要做他 他是不是掌握所有的东西 包括车票 车要使发过票 最诚实是在你的暴力 他是不是不同意你长时间的 不跟他在一块儿 或者去看别人的东西 他是不是一直在咨询 宣问你 你看到了什么 或者做了一些 开玩笑 开玩笑 哪里开玩笑 让你出丑 他是不是暗示着将来 你需要经过他的许可才办的事情 比如说看自己的朋友或者父母 他是不是想要求你遵守主义规则 他是不是有一种最高零下的态度 百价值的态度 他是不是picking你所有的 包括最危险的错误和措施 是错 他是不是贬低你的价值 从另一方面他是不是夸张 或者从一方面他是不是在 理想化你所有的才能技能 他是不是给你起其他的不 很难看的一些绰号 那他对你的期待 和对其他人去看的人的期待 是不是有点太不现实了 而且对于生活的期待 是不是也不现实 这抖意识不想之兆 他是不是一直在告诉你 你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好 你不要太兴奋了 因为下一个 他马上就会说给你 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 或者暴力 或者你在挑衅他 那个自恋者 虐待者 最常用的一句话是 你看你是我干什么的了 干什么的了 这是一种 到处可见的一种一句话 是不是你的对象 感觉一种性虐待 比较有趣 或者好玩 他是不是有点太 在推你太粗 是不是粗的那个作外方面以外 他也是不是 表示自己的强烈性的态度 他是不是打你 或者感觉 这比较有趣 他是不是口头的 向你表示一种侵略性的行为 他是不是掌击你 或者褶住你 或者跟你一起一些 贬定你的价值的名称 他是不是经常现在 批评你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跟你进行身体虐待 他是不是做了这些虐待之后 他马上就换个态度 马上就向你道歉 变成了一个非常 关心的一个样子 他是不是跟你买例 作为一个补偿 如果你对某一些 以上的问题回答的是 是 那请你远离这个人 他是虐待者 而且虐待者的肢体 语言也非常重要 请你注意 虽然这些信号 是比较微小的 但是也可以分别出来的 也可以分别出来的 一种警告性的信号 你看一下 他是怎么构成自己的 构成自己的姿势姿态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不良的信息